六四學運29週年之際 舊金山的灣區華人 舉行了一系列活動紀念這段被中共抹殺的歷史 和往年不同今年的活動 吸引很多中國大陸的80後90後青年一代參加 他們對這段歷史的了解和解讀非常深刻 並且承諾將六四精神新火盛船 在中領館前抗議中共暴政 舉行座談會 研討八九民運的過去 現在和將來 在自由女神向前 燭光夜道 舊金山灣區紀念六四29週年的一系列活動 還原歷史真相的同時揭露中共暴政 吸引十多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人參與 中國的歷史不能這樣子繼續重複下去 不能這樣子靠著還原和暴力去統治 通過翻牆了解歷史真相 郭寶峰2012年曾親自去香港參加維園六四集會 他表示 雖然國內像他一樣 拒絕中共洗腦宣傳的年輕人並不多 但一旦頭腦清醒 就不會再選擇沉默 在自己18歲生日那天 聽到父親親口講述自己因參加六四學運而坐牢的經歷 今年20歲的吳鶴明當時非常悲痛 作為六四二代 他承諾將父輩們的精神承傳下去 六四29年過去我們90後也到了當年 父輩們在廣場上的年紀 就想讓這些長輩們看到我們也有在做一個傳承 六四是一直繼續下去的活動 六四沒有結束 前重慶師範大學副教授譚松是當年六四事件的親歷者 他無據學校的監控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述這段歷史 也因此被開除流亡海外 血是不可能這樣白白的流淌了的 我們的學生現在不知道真相 他們總有一天會知道真相 你進得住我不敢說 但是你抹不去這段歷史 29年過去了 中共的邪惡本質沒有變 活動組織者趙欣表示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了解六四 因此越是絕望的時候 推翻專制的希望就在眼前 新唐記者曹挺哲 林肖然 舊金山採訪報導 在採訪下